各位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 我是陈书军 老字号尿妈记腐乳 两度验出含有过量的纳酿牙包肝菌 食安中心说曾经巡查过尿妈记的厂房 发现环境卫生不理想 强调抽烟不是针对个别品牌 食安中心说上个月24日以顾客身份 去到西营盆零售点 购买尿妈记的腐乳产品 发现每刻含有13万个纳酿牙包肝菌 属于不满意的水平 之后两次去到佐敦本店买产品跟进 再验倒每刻的腐乳 含有130万个纳酿牙包肝菌 严重超标 人员曾经巡查尿妈记的食品制造厂 当时厂内没有生产腐乳 但是包装区即有灰尘又生瘦 已经稀释的玫瑰露酒 摆在室温长达三日 增加食物污染的风险 中心强调没有教负责人怎么做腐乳 食安中心的同事是没有教负责人怎么做腐乳的 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说我们教他做腐乳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相信 我们都不可以教一个八年老牌的老店去做腐乳的 我们只是在厂房的卫生状况 给了一些卫生建议和一些卫生改善措施 包括譬如厂房环境需要改善卫生状况 譬如要进行清洁和彻底消毒 泉湾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个冷气维修工人准备搭行期间 失足堕楼死亡 老公署展开调查 王俊轩报道 工人由15楼跌落停车场 救活员到场证实他已经当场死亡 他身上绑住安全带 警方封锁现场 用帐篷覆盖为体 他身上的腰包和安全带 放在一边 现场是荃湾柴湾各街华晋工业中心 下午12点左右 一个工人在15楼准备搭棚维修冷气 试察外场期间 怀疑失足跌下来 警方去到案发的单位调查搜证 执走了一只鞋 有工会代表质疑 而大厦的物馆没有在工人施工之前 确保环境安全 管业署那边我想可以做得好些 如果他们在开工之前 做一些风险评估 看看现场 究竟适不适合去做 他们有人去看着去做 其实现在都要求 工友在开工之前 管业署其实他们是要去看这件事 如果管业署他们有去看 现场有人盯着 可能会避免这件事发生 他又提醒工友要确保保护装置系稳 以及安全运作 如果察觉危险 就应该终止外场工作 有时新闻 王俊轩不道 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至11点之间 发出一号戒備讯号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 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 大约19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 时速大约14公里 横过南海中部 天文台预计今晚会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 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微软系统故障 机管局说五间航空公司受到影响 早早已经回复正常 机场运作亦全面恢复 至于受影响的香港快运 全日仍然有20班机要取消 张俊熙报道 系统恢复正常 不用再用人手办理登机手造 香港快运的职员 撕走告示 旅客陆续到柜位轮后 机管局也派职员 移走管理人潮的铁马 有旅客的航班 延迟了一天才起飞 预早回机场 认为航空公司安排不好 安排有些混乱 不要说我香港人 可能有些其他人 或者本身台湾人来香港玩 然后要走的那些 他都没有安排给人家 说酒店也好 什么也好 你要说赔偿或者怎么样 你都要安排给人家的 如果我幸好我香港人 我自己走而已 如果我不是香港人那怎么办呢 其他公司可以有机器去托 受到事件影响 快运仍然有20班机取消 有旅客去到机场才知道飞不成 我朋友帮我卖 现在每人帮我 就要再上网买 我又不懂 他现在答我还确认 我昨天查过 都没问题 我今早突然见到这么早 我11点55分 我已经早一点过来 想着刚才查 说取消了 他现在说 因为是我A准和 我现在问8A准才可以 有四班机 原本已经宣布取消就飞得回 分别来往台中和现港 但是出发时间有调整 至于同样一度固障的自助登记系统 也都已经回复正常 乘客可以如常拿登记证 香港快运说 会安排六班星期日出发的航班 转用较大的机型疏导乘客 乘客也都可以选择存押退款 或者在下星期五或之前更改机票 会豁免改期手续费等 机管局说 五家航空公司受到微软系统固障影响 机场航班升降维持正常 有线新闻张俊熙报道 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 软件更新内容出错 令到全球不少电脑死机的事故基本解决 不过航空和银行等多个严重受影响的行业 仍然需要时间处理积压的问题 马志勇报道 全球电脑大四机导致航空交通大混乱 机场航空公司跪位排长龙的情况 预料在周末持续 根据航空数据分析公司估计 受试股影响 星期五的商业航班超过5000班要取消 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下令达美联合和美国航空等客机 要全部停飞之后逐步回复 不过达美航空仍有近两成的航班取消 预计航班延运的情况会在周末持续 除了航空业 银行、医疗和电讯等都受影响 英国的网上预约医生系统暂停 以色列和德国也有非急急手术取消 要重新排期处理 首先发现问题的澳洲 亦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最大银行澳洲联邦银行 一度未能够处理客户转障 澳航亦有多班客机取消乘客滞留 澳洲当局提醒民众 不要随意在网上下载声称 可以解决问题的编码 Cowstrike行政总裁傅以辞 在社交平台天文说 公司正是与客户同伙伴合作 处理死机问题 技术团队会就事故撰写检讨报告 定时更新发现和调查进展 他重新事故不是黑客攻击 客户仍然受到全面保护 造成今次全球网络大瘫痪 源于Cowstrike为微软视窗系统 准备的一次内容更新存在缺陷 影响到系统运作 由网络安全专家估计 工作人员进行行上更新时 未有进行足够的检查导致 事件亦反映受影响公司 没有足够应付问题的后备系统 有线新闻 马智隆报道 成规会昨日通过新田科技城 三张分区计划大纲草图 要求政府再提交据体制计方案审批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会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沟通 预计年底会有新消息 并且会向立法会申请撥款 他又说政府会继续考虑 在新田科技城以地花批地 王俊轩报道 成规会召开四次会议 听了大约160人申述之后 通过新田科技城发展 三张分区计划大纲草图 成规会委员大多同意 新田科技城在北部都会区发展中 处于策略性的位置 需要具相当规模以带来群聚效应 由于多边被山包围的地理限制 需要合理填堂以提供创科用地 委员通过筒策 不过也要求政府再提交规划及设计大纲审批 确保设计方案可以完善湿地生境连贯性 改善着鸟飞行航道 降低比轮三宝树或者香川用地的建筑物高度等等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相讨之后 回提交设计方案 有哪些是生命科学 哪些是数据的产业 这些是孙东局长他在研究就要做出来 告诉我们让发展局在我方才说的 有成规会要求我们做的规划和设计大纲 那里我们都要有些布局给公众看 以及都引导将来的发展 所以孙局长那边的研究 我知道都是今年之内 就会有一些建议走出来的了 林汉豪又透露 正是考虑不同的方案加速批地 产业发展我们要追 要追 所以我们都不会放弃任何方法 譬如我平整紧的时候 已经会不会将这些地去批呢 就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地花的概念 我平整紧我都可以已经批地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投得地的人他又可以开始 他自己做规划 他又开始做他的建筑图 那就不用大家你等完 你做完才我入场 林汉豪说现阶段会 优先展开土地平整工程 期望今年之内去到立法会申请撥款 有线新闻 王俊谦报导 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刘国勋 欢迎成规会的决定 希望创科局尽快公布发展计划 有环保组织就促请当局 尽早落实北都湿地系统建设 徐炳熙报导 新田耀田堂政府提出建设超过300公颈 三保树湿地保育公园作为补偿 并且承诺公园2026、27年 工程开展之后才会开始填堂 有环保组织说 整个北部都会区发展 不论新田科技城是否落实规划 三保树湿地公园早就应该开展工程 最初它不仅是新田科技城的补偿措施 其实是北都计划之下 其中一个和发展计划一样 其实它有一个保育计划 独立存在 除了三保树之外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湿地系统 还包括另外三个湿地公园 所以其实可以说 一直已经拖住了三保树 再加上其他三个湿地公园 至今都未成有一个确实的时间表 何时是真的成立到这个湿地系统 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 小组委员会主席刘国分 欢迎成规会决定 促请创科局尽快公布发展计划 小组日前去到深圳和前海考察片区统筹发展模式 发展局局长林汉浩说 发展新田科技城会引入片区和地花的发展概念 他相信用新模式发展 有助加快创科中心建设 有线新闻 徐永熙报道 陕西有大桥倒塌 多架汽车堕河 至少12人死 30亿人失踪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 要求全力抢险救援 强化巡查牌险 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涉事大桥部分桥面插入河道 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 事发在昨晚8点多 雙诺市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暴雨引发山洪 导致大桥部分倒塌 多架车跌落河 有目击者说有村民在公路截停车辆 应急管理部已派遣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搜救工作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也派出超过700人协助 有时一会儿回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19年太古城冲突 5个男人因为私了 咬掉前区议员赵嘉然耳朵的男人 暴动同意图袭击罪成 判监3年半至5年3个月 晓永奇报道 5名被告由囚车压送到区域法院 2019年11月反修例事件期间 男子陈珍在太古城池都伤人 咬掉前区议员赵嘉然左翼 陈珍之后遭到私了 5人被控暴动及有意图伤人罪 站委法官高伟雄判盈的时候说 事件起因是陈珍首先挑衅 但无论陈珍有多不理性 各被告在他倒地后 仍然继续袭击他 只会进一步挑动他的情绪 令他再施杀 对再场市民构成威胁 不可能视为合法或合理 裁定5名被告暴动罪程 以5年3个月为量刑起点 至于郑朗永的代表律师说 他并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施杀 而是见到陈珍伤害其他人 也没有预谋要犯案 只是用了错误的方法去阻止陈珍 又呈上多封求情信 还押期间也无法照顾患癌的父亲 考虑到郑朗永 张润峰和荣志强认罪 扣减部分刑期 分别判监三年半至三年十一个月 而审讯后期才认罪的 随俊杰案发的时候只有18岁 法官认为他没有悔意 亦不接纳他以过度活跃症为减刑理由 着陈减刑后判他监禁四年半 至于经审讯裁定罪成的钟志弘 入狱五年三个月 五人有意图伤人罪亦罪成 用志强多一项藏有攻击性武器罪 所有刑期同期执行 政府提出修订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 消防处处长杨欣健在本台节目说 会研究计分制 优先考虑为武法团或业主失联 言辞多时未能遵办消防安全指示的楼宇 代办消防改善工程 估计涉及几百栋大厦 集中在游占望、九龙城和湾仔 何婉怡报道 佐敦华峰大厦四月火灾 揭发大厦多年来 未准办消防安全指示 消防处处长杨欣健 在本台节目有理有得谈话 过去两个多月 再到大厦寻查了51次 都发现了他有些违规的事项 我们都发出了19张 消除火警危物通知书给他 当中是有准办 有些他未能够准办 我们会直接告他 这个执法行动我们会持续 有宾馆的旧式楼宇 是有239座楼宇 我们已经在过多月里 已经立即巡查了 中间会发现有些消防隐患 最主要就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阻塞走火通道 第二方面就是正如刚才所说的 有些人就为了贪方便 就撕开了房间门 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都会发出一些消除火警 有没有通知书给他 大部分有90多% 这些通知书已经是进办了 火灾之后 当局提出修订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 上个星期在立法会首读 建议包括由当局代办消防工程 之后向业主收回款项 设计分制 决定代办楼宇优势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 业主都不齐全 他们想进办都进办不到 那这些个案 特别是延长了很久 我们延期了很久 它都做不到 我们会优先去处理 第二方面 又会看楼宇本身的设计 是不是很旧式 可能是一些单梯楼的设计 相对风险比较高的 我们都会考虑优先去处理 消防署成立了 楼宇改善社区支援队 交到业主申请市建局的 消防安全资助计划 并公布消防承办商白名单 杨欣健说 最近9个月 有120宗楼宇消防改善工程完成 较以往同期增加两倍 反映工作成效显著 有线新闻何软仪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被要求退选的压力续增 公开呼吁他放弃各族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一日急增到超过30人 不过拜登说下个星期就会恢复竞选活动 竞选主席也都坚称 拜登是会继续参选 陈志军报道 公开要求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星期五增加到超过30人 分别代表俄亥俄州 和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布朗 和海恩李希 还有10个众议员 都是最新加入试图劝退拜登的民主党人 有人甚至组织起来卖电视广告 呼吁拜登退选 不少捐款人就以停止捐款逼拜登退选 路透社说 拜登的竞选团队 今个月筹款数字比预期少超过一半 拜登原定下个星期出席的三个筹款活动 也都暂停 未知会不会举行 但竞选团队就说报道有误 活动将会如期举行 民主党内已经着手制定拜登退选的应变方案 有报道说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头要求 以公开程序选出拜登的替代者 不支持副手贺锦丽自动补偿 声称要尊重党员意愿 感染新冠病毒正在隔离的拜登 尝试打破他最快周末可能退选的留意 说下星期就会回归竞选活动 又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 逐点回应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指控 拜登的竞选主席坚称他绝对不会退选 有线新闻 陈子军报道 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就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通电话 特朗普说两个人有非常好的对话 扬言自己会结束战事 这次是特朗普卸任之后 两个人第一次通话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说自己若果在11月的大选胜出 就会在入主白宫之前 结束俄乌战事 又说若果自己再任总统 俄罗斯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他承诺会透过谈判结束战事 扎连斯基也发文 感谢美国援助乌方对抗俄罗斯 又祝贺特朗普正式获得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并且谴责上星期六 针对他的企图行息事件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加冕 加冕礼在吉隆坡国家皇宫举行 第十七任最高元首伊斯坎达尔 抵达皇宫之后 随即检阅仪仗队 典礼大约有七百人出席 包括总理安华和多国的皇室成员 伊斯坎达尔是由佛州苏丹 今年一月就任最高元首任期五年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制 武实权的最高元首 是由统治者会议 由九个州的世袭统治者当中选举产生